為了要省會會口保重心會 日前一間電器業者來到新港 跟當地參加業者來合作基盤關會活動 現場還準備了充氣存保給小孩來接頭 主辦單位表示 我都結束了 剛做人員統計 臨終保重了250個會生的會 最近天氣很高 因此影響到民眾出門關會議關 讓各地關會當時都很擴充不久的衡訊 主辦單位表示 雖然在新港基盤關會活動 主要也是因為新港地區 雖然有賣賊民眾願意關會 但是雖然有相關的活動 想要關會民眾都要走去合理 因此他們決定在新港和在地參加業者合作 今天就是很開心辦理就是捐學的活動 因為現在就是因應今天就是寒流的部分 其實冬天我們也接受到一些 學庫比較缺的狀況 所以我們今年的部分 已經是連續第三年 然後結合在地的企業 然後一起來辦理就是捐學工藝的活動 所以我們有結合免費的充氣氣球 只要平兩張11 12月的發票就可以進去玩 結合多種公益活動的部分 然後來希望說公益活動可以越來越好 往後的部分我也是希望說 無論社團 私職會青商會等等的 還是說在地的企業能夠與我們繼續一起來做 那我們冰田空調也會持續一直努力 然後在地做更多的公益活動 然後希望大家就是愛心的企業可以一起跟我們共襄盛舉 餐廳在這裡表示 新港地區在年以來風水都會變大 因此今天來官會的民眾都可以在禮拜大廳單胎 餐廳後面還要準備了充氣城堡 後來北部來的孩子都可以有所在去 我們會館方其實一直以來都響應這樣子的公益活動 所以能夠跟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還有這麼棒的團體一起舉辦 覺得很榮幸 台中官會中心表示 某種各地會口四種會形的會擴充都無關 甚至是這麼危險的程度 雖然新官費也就已經降溫 但是每一台官會才的風液設備跟電視都要在 民眾可以放心前來關會 新中華新聞裏面的方針港 蔡宏博德